大家好,批评书 中国国内关于去年,2021年到底死了多少人 统计局搞了一个数据 一开始是一个所谓的正能量的一个数据 一个正面的数据 共产党的愚蠢的思维方式 说中国的去年的人口金增长只有48万人 然后我们就赶紧做了一些节目 那就以为了死人太多了呗 可是死了多少人,你没这个说法呀 是不是,我们也只是经过这个数据的分析 然后大致推测出一个现象 为什么人口这么少,这么多人 你想想,金增长48万人 如果说你是不懂老金的话 你想金增长48万人,中国人都不愿意生了呗 是不是,全国只生了48万人呗 那怎么可能呢,你说是不是这么多人 是不是,我说实话,你中国这么的14亿人口的国家 你就私生子,就是那些个春楼 你卖春的姑娘们一不小心中招了 完了以后身子私生子都不止这么多人 我跟你说啊,真的 哎呀,一定是死人太多,但是没数据 哎,且等着 这两天出了一个数据了 完了以后出数据还不打紧啊 而且接下来啊 很多人说这个反习的失利啊 又沉寂大作文章啊 又搞成了一篇文章 说这个什么 说这个2021年啊 全国死亡人数是异常增加 原因是为毛,一定要搞清楚啊 一定要把这个非正常死亡啊 非正常死亡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很多个政客啊 谈虎色变的这么一个概念啊 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这是任何一个牛邦政府啊 他都害怕的一个数据 不管是希特勒啊 斯大林还是毛泽东啊 还是西包子啊 都特别害怕的一个数据 所以好好的一个人突然死了 非正常死亡 是不是,为什么 哎 所以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话题啊 说这个统计局啊 搞了一个数据出来了啊 我们跟大家分享 分享 国内已经有这样的雄文啊 我喜欢用这个词啊 真的是 为什么是雄文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 你质疑 中国2021年全国死亡人数异常增加 这个事情 那是绝对是给西包子的头上泼脏水 绝对是寻心自事 绝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绝对是否定一尊的政权领导 绝对是反革命事件 绝对是颠覆政府的最善颠罪 知道吧 那可假的比什么什么许之勇啊 许之勇就搞了一个什么时间 在在厦门嘛 就吃了个饭 吃了饭的时候大家一起聊天呗 怎么怎么建设公民社会呗 是不是就这么一个事儿 吃个饭 一共就三四个人 一个是叫什么 徐志勇 徐志勇 一个是丁家喜 都是几个在岸的人员 都是坐牢的 然后在一起见个面 就这么一事儿 许之勇大家都知道 他一直在搞一个事情 就是倡导这个中共 要希望共产党能够公布官员的财产嘛 建立公民社会嘛 然后已经坐了四年到了 最近前两年又被抓进去了 就因为我吃了一顿饭 你说这个事儿算个什么事儿吗 是不是一个中国的老百姓 我吃顿饭 跟朋友在一起聊聊天 有什么关系的 说什么都可以 那么自由 是不是 他说他是有组织 有计划的善爹 有组织有计划的什么 反党反社会主义 把他抓起来了 是吧 不仅把他抓起来了 那年许之勇的女朋友都抓起来了 翘楚翘楚 哎呦好姑娘 翘楚好姑娘 以前我对这个姑娘 不太关注 有一次我看了他 给在囚禁中的 他的男朋友 许之勇写了一首诗 因为那个诗写得好 真的写得好 我吹吹牛 我经常拿我的诗歌 诗歌这个东西 没人喜欢 诗歌这个东西 我从19岁 不止19岁 17岁开始写诗 到现在为止 给我大概赚了1万块钱的稿费 但是我为诗歌这个东西 知道砸了我的一身 所以也没人喜欢 但是我觉得我对诗歌的理解 是还是蛮到位的 这个翘楚的诗写的可是真好 真的 我说我说我如果有一天 我也得空了 我要编一本诗集的话 反抗者诗集 我一定把这个翘楚写的一首诗 把他这个什么 收进去 没人知道他会写诗 扯远了 就讲述个许之勇这个事 也根本也不算个事 相比于今天的有些人 在中国公开写微信的文章 标题叫做2021年 全国死亡人数异常增加 原因是什么 这才是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这才是真正的给习包子的 这个这个那个猪脑 在上这个泼的当水 这才是真正的善巅你知道吗 哎呦 而且这样的文章大行其道 而且他说的还还写的时候 还是个春秋别法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共产党中国的事情 我就问了 我的北京的几个朋友 他说你哎呀 你别想多了 一定是为何有超级大佬 在支持搞这个样子的事情 而且文章不删 不删 你知道毛泽东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我再说一遍 毛泽东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他在三年大饥荒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死了多少人 共产党的目前为止最害怕的也是这个事情 你看翠永元也都说过啊 那几天封条雨伸 完了以后 共产党就不喜欢他 是不是 翠永元自己说有 背后有超级大佬 但是也被封得个死死的 你知道吗 哎 我们看看这篇文章怎么写的啊 他是2020年1月17号 国家统计公布了公布了人口的数据 其中2021年死亡的人数是 100014万人啊 这个数据挺有意思的啊 人口的死亡率为7.18% 你一个国家一死100014万人 然后重要的是一个人口的死亡的比率啊 比例是7.18% 他就讲这个东西啊 然后呢对比之前的5年的数据 2021年的死亡人数和死亡率异常增加 也就是说比过去几年 比这个什么2020年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2016年啊 他一共是列了这个6年的数据啊 6年的数据 2016年是多少呢 2016年是不到7% 死亡的人数是900万 2018年 2019年是不到7.1% 知道吧不到7.1% 所以今年是去年是多少呢 是1.8% 就是你在这个这个时候 为什么死这么多人 为什么是异常增加 尤其是你为什么比这个什么 2016年死多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人口是怎么死的啊 他他说这个什么 你你你 当然有些人马上就说 肯定是因为新冠病毒 问题是你在中国的新冠病毒 是全世界控制的最好的 自己吹的牛逼 自己要找补回来 是不是 他说要知道新冠疫情爆发的2020年 中国不仅完善的新冠病毒 而且全年死亡人数啊 这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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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7万啊 死亡率是7.07% 居然比2019年的这个2019年 还没有疫情嘛 是吧 比2019年还要低 你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啊 就是共产党 要么就是共产党 这个数据撒谎 要么就是这个中国有很多个人 非正常死亡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困境啊 这是一个自己打嘴巴的一个事情 他说我们一直在说 依靠隔离的防疫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 中国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 就在本土全面歼灭了新冠病毒 根本就没有依靠什么疫苗 武汉疫情初期死亡率挺高的 但是随着中医药的全面的介入 中国治疗新冠的死亡于趋近于您 你看到没有啊 有个新闻的啊 你看到没有 说中国治疗新冠死亡于为您 您死亡 让西方医药利益集团 亦不能为 吹牛逼 他这些文章 你看中国的文章就是什么呢 因为你不能直接上来说的 都是春秋笔法啊 就是捧杀啊 要捧杀 说在新冠疫情夺走全世界189万人命啊 夺走美国39万人命的2020年 中国大楼的这个新冠死亡的人数定格在5月份的多少人 那4634人啊 完了以后 从2020年5月17号到2020年的12月31号 中国大楼新冠病毒保持呢 您死亡啊 这个数据啊 这这些人挺有意思啊 由于疫情啊 中国人普遍戴口罩和注意个人卫生 我决可以春秋笔法 2020年中国大楼死亡率和绝对死亡率人数都是下降的 对作为对比2020年美国总体死亡率占2019年上升的16% 死亡人数达到创纪录率的333358,814 其中死为死于新冠的是占11.3% 那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2021年中国大陆并没有什么大灾大难 死于新冠疫情的按照官方的数据也只有仅仅区区两个人 中国啊 只有区区两个人 为什么2021年的死亡率和死亡人数就是异常增加增加了这么吓人 那之前的5年中国人口的死亡率波动 一直在0.01% 千分之0.01和千分之0.02这么一个东西 而2021年的死亡率居然比2020年增加了百分之0.01 居然比百分之增加了千分之0.11是之前的5倍多 而死亡人数的绝对质比什么绝对质比这个2020年增加了是多少16.5万人 2021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不同寻常的大尺大尺大事件导致这么多人都挂了啊 所以说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啊 我们要呼吁啊国家卫健委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认真分析原因啊 你去教训立即采取行动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 中国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什么人种和文明都没有中断的国家 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是物质基础 在任何威胁中国人生存安全和健康的行为都必须要坚决反对而坚决清算 啊你看很想念的还是春秋毕法 他从头到尾内就说啊你看我们的新冠病毒搞得很好啊 新冠病毒的防疫搞得好 中国你看去年这死两个人 你看美国死的人都乌样乌样的啊 那去年没什么事 新冠病毒没有到这大面积的人口的非正常死亡 不叫非正常人口的这个因为病毒死亡 那你为什么人口的死亡率异常增加 按照正常情况一般倒是千分零点 一现在是多少的 这是五倍多 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哎所以我告诉你啊 然后我问了北京的朋友 他说你都想都别想 这就是反习派 像习包子 像习主席一亿尊发起猖狂的反击啊 这么多人的人口的这个非正常的死亡 那是一定要上史书的啊 我们也说过刘少奇当年说过人相失啊 那是要上史书的啊 中国非正常死亡 当年是有的是9000万人 有的是1亿人 有的是3800万人是吧 这都是历史要上史书的啊 共产党你你不管你有多牛逼 你最后一定会有人把这个问题要搞清楚的啊 这是你最大的耻辱 你吸包子 你说你又 你说你是一尊啊 你说又是经济学思想 又是外交思想 又是又是法治思想 完了以后你妈呢 你让这么多人非常地死亡 你你你你你死后你要下地狱的啊 你你是要清算你的 你一定要上审判台的啊 你如果不死 我一定要把你送上绞刑架的啊 就这个意思啊 你死这么多人 你想想你你你当的什么义尊呢 你你你一尊什么 你一尊茅台酒呢 所以你知道吗 共产党他就是内斗 他是非常的有趣的 他不敢公开的什么大面积思维吧 我说我无数者 共产党一旦公开化 他一定有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他一致对外 知道吧 一致对韭菜 不叫一致对外吧 一致对韭菜 但是一旦世界里面的各种妖娥子 你看这文章啊 没人删 我再说一遍啊 这样的一种追问 这样的一种对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这么一个大事件的追问 好角度要比什么什么公布公民财产呢 寻衅滋事啊 那要严重的多的多 如果这个事儿最后真要开始查的话 细胞子真是绝对他的浓椅坐不住啊 绝对真是喝酒毛他一句 索然无味 搞姑娘姑娘也没意思 真的这是个天大的事情啊 我们再说一遍 2021年 中国的人口死亡率 非正常死亡率 齐高啊 细胞子 真是吃不了 兜着走 兜着走